从古至今 最强的海洋生物到底是谁 你相信深海里藏着比游艇还大的超级海怪吗 本期《神瓦克》带你盘点 地球历史上出现过最强的海洋生物 一次看都过于刷新你的三观 首先来到第三名 现代最具攻击力的海洋生物当属大白杀 这家伙是现存体积最大的海洋食物动物之一 目前人体发现最大的大白杀 体长可达7米左右 相当于两层多方的高 除了身体大以外 这家伙的脾气还不怎么好 生性凶物残暴 咬合力更是达到了430公斤 除了猎食海洋生物 它甚至会主动对人类发起攻击 还会袭击海面上的船只 被公认是对人类最具危险的鲨鱼 我国境内就有大白杀的存在 主要根本在东海、台湾、东北海域和海南 大白杀通常在浅沙滩发起袭击 各位喜欢去海边的小伙伴 可要额外注意了 排名第二位的是远古生物 苍龙 苍龙顺着在7000万件前的古龙时代 在当时的海洋里 苍龙绝对是真主级别的存在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属于能在海里横着走着住 根据目前发现的苍龙画师推测 科学家认为最大体积的苍龙 约长17米 体重20分左右 就像是个公交车的两大 虽然体型很大 但这家伙行动起来却异常灵活 巨带尾巴保持高频率的摆动 再加上船桨一样大的脚谱 这家伙可以瞬间爆发出48.3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积极的速度搭配上超过7吨的咬合猎 在当时的海里 只要是被苍龙盯上的猎物 没有谁能逃出它的手掌心 排名第一的生物最具争异性 分别是巨子鲨和梅尔维尔金 两个生物同时出现在2300万年前的中兴记 并且都是当代最强的海生物 先来说巨子鲨 巨子鲨公认是地理上存在过最强的鲨鱼 根据现有的画师推测 这家伙保守体长20米 体重70吨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洋食物动物 这家伙相当于一艘油毯那么大 除了体型大以外 它的咬合力堪称最强 目前为止 人类发现到最大的巨子鲨牙齿是18厘米 根据画师比例推算 它的咬合力将会在20吨左右 在当时巨子鲨主要的猎物就是鲸鱼 巨大的咬合力甚至可以一口咬断鲸鱼的肋骨 这个数据放到海洋生物里堪称无敌 唯一能够称之为对手的也就是 梅尔维尔经了 梅尔维尔经是最大的鲸鱼之一 根据现有画师推测 梅尔维尔经保守体长17米 体重65吨 考古学家曾在2013年 发现长达40厘米的鲸尺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 梅尔维尔经可能还存在超级体型 只不过会被人类发现而已 和巨鳍鲨一样 它是一名超级猎食者 巨鳍鲨最爱吃鲸鱼 而它也能以巨鳍鲨为食 两个动物都曾相互捕食 相待相差 不过一山容不下二虎 大家认为最强的海洋生物 到底是谁呢 谁更有资格排在海洋第一呢 关注圣瓦哥 下期带您看 能捕失霸王龙的超级恐龙 離 않아 750厘米的超级 Belo